多选题,第一题,我们问的是A跟B 好,题目问呢,说含羞草会产生闭合是因为 偶尔讲的是膨压运动,就是触发运动 我们看A选项,它说,哪里 含羞草会产生闭合的形象 是因为水分进入植物保卫细胞 改变了细胞支撑力量,造成植物叶片 缓慢或是闭合,这个现象叫做膨压运动 关于这样的迅速喝的正确 好,先看A选项 我们触发运动,是不是叶整细胞水分进出所造成 与保卫细胞无关,他有提到保卫细胞,在这里 出来这里,叶整是小叶,假如这是他的叶脉 上叶整,下叶整,上叶整叶大就沉起来 上叶整叶小,叶片就萎缩过来 所以是叶整细胞的膨压变化跟保卫细胞没有关系 保卫细胞的膨压变化是改变气孔开或关 和小叶整提起来或压下去没有关系的 所以这些A选项是对的 这些话有问题,因为含羞草的触发运动 是叶整细胞膨压变化,不是保卫细胞 除非题目改成,气孔的开关是因为保卫细胞的膨压变化造成 那就对,但是这一题不是在考你气孔开关 好,B选项,B就错啦 A跟B一定要错一个,一个说对一个说错 对不对 那保卫细胞的形态变化造成气孔开关 而不是小叶的运动 好,以上所以第一题我们就A跟B只能选A咯 好像第一题多权还有问题吗 好,B只能选A咯